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陳鑫有講禪師者,孕中氣之法門 有看過這句話嗎? 都不看書了 班老師的書也有以心形起運生 這個差不多是有同樣道理 我們說禪師是有他的進程 有他的進化的過程 練法你就依照全架怎麼擋 仔細去模仿老師的旋轉方式 禪師不只是手的禪師 身有禪師 腳也有 但是最容易模仿的是手的禪師 最容易 因為你看到幾乎都是不瘦 所以身跟腳比較不明顯 如果身跟腳做得太明顯 會變成搖晃 那就搖晃了 那就搖晃了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我們練禪師的一個 一個很大的自我警惕的地方 不要搖晃 那所以呢 先不要管身 也不要管腳 先管手 就是你進去要令禪師 一個很大的慣例 所以先從手練起 老師呢 他的手單邊 譬如說單邊這個手怎麼轉 你又跟著怎麼轉 或許你說其他也有人這樣轉 單邊有人這樣轉 有沒有看過吧 大老師講這樣轉 我們就這樣轉 別人的老師這樣轉 他那個學生就這樣轉 一定這樣 老師怎麼教 學生就跟著怎麼練 但是不會說因為這樣練 功夫比這樣練好 也不會 不會說 這樣練沒功夫 這樣練才有功夫 也不會 也不會 沒功夫都是在沒練 沒有說這樣練功夫比較好 這樣比較不好 那就是傳承的精神而已 練禪師就是依照老師的打法 有這樣有這樣 有這樣 但在轉的時候呢 因為你轉 一定要把它轉到有一點點 稍微緊 你不要都沒轉緊 稍微轉 就了事了 那不是 我們練禪師鏡 不是說稍微有點在轉就了事 不是轉轉轉轉轉 感覺有點緊 這樣 好轉轉轉回來 不過我稍微往外稍微伸出去 有一點緊 當然它的緊 譬如說這樣的緊不要轉到這樣 因為它還是有方向的規矩 那是方向的規矩 所以一定要轉 該轉就轉 那當然有一句話叫一纏到底 你這樣就沒有纏到底 然後纏到底 纏到底 就照這樣去練 練久就有同時 那我們今天特別要講說它 就照這樣練練練練練 它會有一種進化的過程 那也符合我們泰拳所謂講的階段性 階段性 一開始是有外 然後慢慢到內 那這個也符合階段性 那這個也符合階段性 就是我們這樣在斷練旋轉的過程裡面 你最一開始最會注意到就是你的手腕手掌 所以一開始你在旋轉的時候 你會把所有的注意力會放在你的手腕手掌 這些翻轉 然後練久不知不覺你就覺得 我現在轉的那個主要的那個出力點 原始點會跑到比較屬於在走關節這裡 走關節這裡 一樣這樣的動作 你一開始模仿會注意在這裡 練會注意在這裡 練一陣子以後你會覺得 我這裡會轉耶 其實你本來這裡也會轉 只是你注意力在這裡 所以會一直在這裡 你不知道可以從這裡去 一樣這樣轉 你可以從這裡去 可以從這裡去 試看看 是不是這樣 可以從這裡出發 也可以從這裡出發 是不是 這就是進化 從這裡 如果你練到這裡 這裡有感覺 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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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呢 肩關節 出去的時候 肩關節會轉 肩關節會轉 會變成這樣子 這就是進化 從外一直到內 那你肩關節會轉 如果你沒有把它放鬆 那就不太會轉 所以這時候其實是已經練有點鬆了 你就感覺它會轉 但是如果你練到現在都還沒感覺過的時候 是聽老師講的 這裡會轉 你去轉它 那就是 紅包蛋 懂嗎 那是聽來去做的 如果你沒有聽 他就是自己練練練練 練到 會轉了 但是你自己已經練到了 已經練到了 感覺到了 練到了 那時候其實你肩膀 基本上一定鬆開 一定鬆開 如果你現在可以轉它 其實沒有鬆開 你是可以轉的 那時候你的轉 會用著力 著力就會產生 就會產生 所以這 給你練的次數 有相當的關係 有相當的關係 好 再練練練練練 練練練 腰 會動 腰會動 你看 從外面進來 腰會動 腰會動 它都是這樣 一步一步過來的 一步一步過來 那慢慢呢 再 倒滑 倒滑 滑透 跨會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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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代表跨 練得比較開了 比較開了 那比較開了以後 我們所謂的 鬆啊 層啊 你跨開了以後 你鬆層 才會 比較到腳底去 到腳底去 如果你這個不開 鬆層 大部分 倒掉 是在跳 因為你跨 沒開 沒打開 那個門啊 那個閘門啊 沒打開 水下不去 下不去 所以 練開了 下去了 下去以後 你那個 根 就是我們紮邊的 這個功能呢 就慢慢 達成 達成 這個當然有需要好緊 那麼 達成以後 你這邊一動 因為 天體沒有很好接觸 這邊一動 下 底下 那個跨以下那個殘屍 就開始起作用 如果你沒有跟 這邊動 大部分還都是 腰在動 腰在動 跨沒開 那大部分都上面在動 上面在轉 底下的轉 是毫無意義的 毫無意義的 也沒有實際的那個路線 那個肌肉殘轉那個路線不夠鮮明 彈肚 所以我有跨開了以後 讓我們腳伸痕 腳伸痕跟地面接觸越來越好 越緊密的時候 我們跨那時候應該就是有了嘛 有了以後才會下來 有了那跨在動的時候 就自然跟一下那種凝轉的那種 那種回饋力 在這邊作用 但是一下 貼了很好 它會有 我們這樣扭 它會有反扭的那個 回饋力會上來 會有回饋力上來 是這樣 那鏡就是從這樣慢慢產生 好這樣上來以後 開始往上再踹 所以我們過去 把從腕倒走到肩 這個有練到 再來從跨往下去 到腳底有練到 那麼 靜在往上穿的時候 你這個一動 因為藉著地面的反規力上來的時候 它開始往身體這邊推上來 推上來 推上來 推上來就把你跨到肩 中間這一段 我們的軀體把它連結起來 好連結起來 這樣的話 你以前的蠶絲 都還是在這邊 頂多是從腰上來 現在不是了 現在你的蠶絲 是從腳底上來 那你靜就好 所以你靜在這裡 甚至於是在這裡 那靜都很高 好 厚實 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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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一定要往下領 有到腰 來就筆用手 就好一點 最好是到腳底 你借到地面那樣 反作你 回饋力 那這樣的話 你的肩 就大概至少叫做 小有持久 小有持久 好 很強的 好